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老崔出击 一年一度的大学毕业季又到了 大学生毕业呢,面临的就是找工作 对不,有个女生找到我们说 她在找工作的时候遇到了一些让她难以接受的事情 咱现在来了解一下 你好,老崔 你好 就是我现在不是大学毕业嘛 然后就在找工作 我前段时间去一家公司面试 当时面试我的是一个男的,叫杨主管 然后面试完之后,她就让我回去等消息 后来她就加我微信说 约我到小XX咖啡厅 我以为是谈工作,所以我就去了 然后见面之后,她一点工作的事情都不提 当我问到我工作的事情的时候 她就说,那要看你的表现了 她对我动手动脚的 我当时觉得很难接受 所以我就走了 那要我说,你这样的工作不要也放 是不是 你就去工作,她也不可能对你好 你这样吧 你明天给她打电话 把她约到XX咖啡厅 就说你想通了,想干这个工作 然后到时候我会再一人给你 你也不用害怕 好不好 好的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老崔出击 一年一度的大学毕业季又到了 大学生毕业呢,面临的就是找工作 这不,有个女生找到我们说 她在找工作的时候遇到了一些让她难以接受的事情 咱现在来了解一下 你好,老崔 你好 就是我现在不是大学毕业吗 然后就在找工作 我前段时间去一家公司面试 当时面试我的是一个男的叫杨主管 然后面试完之后她就让我回去等消息 后来她就加我微信说 约我到XX咖啡厅 我以为是谈工作 所以我就去了 然后见面之后 她一点工作的事情都不齐 当我问到我工作的事情的时候 她就说那要看你的表现了 她对我动手动脚的 我当时觉得很难接受 所以我就走了 那要我说你这样的工作不要也好 是不是 你就去工作她也不可能对你好 你这样吧 你明天给她打电话 把她约到XX咖啡厅 就说你想通了想干这个工作 然后到时候我会在一边给的 你也不用害话 好不好 好的 好 还听着啊 这样 杨经理 你要多点什么吗 不可以 小明啊 杨经理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你给我个机会吧 我真的很努力的 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好好的表现 像现在用心的这么多 我会说要把思维留给你 我还以为你想明白 是 我想明白了 我们走吧 就去 谢谢你姐姐 这样都会给她 微信 微博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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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你们想看 在那里了吧 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 比如说 稍微 你卖 水 kidding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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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